揍的话就是抓一个 OK 抓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抓一个我刚刚用 TD 啦 那你们也可以试用那个什么 TR 没关系 TR 的话出来 只是说要切割 如果你可以解决那个切割问题 那其实也大也都没有问题啦 反正我们最终看到就是要 中间加揍点就好 然后至于它用什么方式最简便 我想你们花一点时间试试看 改一下啦 即便改出来结果不符合你要的结果 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原来这样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有的时候你说程式怎么学习 其实很多怎么写出来的 其实很多东西要 try 就是要不断去 可能有的时候你想的 跟你实际上执行的结果不见得完全一样 所以你有时候试一下不要空想 反正你试一下又不花多少时间 改一下而已啦 OK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 TD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 TR OK 有没有 那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一定是不一样 它改完之后回圈也不能说后面加那个什么 斗点式了 有没有 斗点式变成说格式列才显得不对啊 OK 所以你如果 TR 的话那你用每一个都要显示 只是说出来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这可能你就是自己再调整一下 所以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个标准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啦 只是说哪一个方法你觉得 最符合这个网页 当下最适合的方法 这个我想就是花一点时间试试看 OK 所以后来我目前试到的大概就是用 TD 啦 给它其他方法一点你们自己自己再去猜猜看 反正不外乎我一直强调嘛 不外乎就用那个标签 然后再加上 CLASS 反正就这两个 如果你找一次就 FUN 找多次那就 FUN 应该也不会太困难吧 虽然 Python 可以用的东西太多了 但问题喔 你看我都抓最精要的 那其他你说老师 那其他你都没讲到耶 不可以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只要有没有抓出来 可以抓出来没有问题啊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因为你少学了很多东西 而无法抓网页吗 没有吧 你 如果你想要多学啦 我跟各位讲 那个书架上 每一本比一本厚啊 只要是爬虫类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而且还有上下级的耶 有没有 我看你可能看的时候你 天哪 这个看完了你应该也 都会不想学了 你会觉得这实在太困难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抓要领 OK 那至于说你未来觉得说 这不足够没办案 你如果有心 然后你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你的时间也特别多 也许你就单身的话 你没有其他家里 没有人会吵你 你觉得很无聊 不知道做什么 这个绝对是杀时间最好用的 因为一整 这个比打怪还更厉害 每一个都是 然后其实网页还分前端跟后端 反正分一大堆 这个领域水利很深 那不管啊 反正我们就是抓最重要 你只要知道标签跟类别就好 其他你如果说暂时你现在还没兴趣的话 没关系啊 你先不要知道没关系 我觉得有时候 学这种技术性的东西 真的还是要有点趣味性 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持久 可能就想要退 想要不要再玩了 真是太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个目标 看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 如果比如说 有没有人喜欢算名牌 想要成为大富翁 对 可以试试看 好 那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抓一页 再来的话 我在这边上面 再加一个回圈 所以加的方式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有没有 然后我在上面加一个佛追 那你说为什么佛追 因为这边有佛I的 把I用掉了 所以我的希望I用掉就J J用掉就K 你说这个名称可不可以改 可以啦 因为这是变出名称而已 OK 然后佛J等于1到68 69是停下来 不会执行 所以1到68就是1到69 然后呢 就把这个按个TAB键 它是在这个下方被执行 所以呢 我就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执行这底下的程式 那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就是它网址 本来是1嘛 有没有 本来这个地方是 indage page等于1 那如果你要改的话 把它改成J 那怎么改 双银号两个 不是 这边多一个 OK 然后呢就是双银号两个 移到中间 加加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J就可以了 那因为J呢 它是一个数字 前后呢都是文字 所以不能直接串 一定要把它转成文字才能串 因为它相同形态 才能串接 OK 那所以记得怎么样 在这边加一个STR 就是把它由数字 转换成文字 然后就可以串在一起 OK 其实我发现喔 那个学成是 一般初学者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形态 所以你凡是知道 文字跟文字才能串 你不能直接拿它一个数字 它就不接受 这是规则 记起来就好了 OK 好 那串在中间了 所以佛J等于1 所以它会先1 所以它会先抓indage等于1 然后抓下来之后呢 一样我们去解析它 但是会有个问题 你要把它存起来 你不是说看到就算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print出去 它就会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而且我刚刚讲 如果你这边 假如从零开始 它连栏位名称都出现 那这样会有个问题 它有68页 所以等于会有68个栏位名称 那你将来还要删掉 所以像我会先预先布局 那我干脆不要 我上面自己加一个就好 这样我不是可以省掉一个麻烦 OK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因为我有时候会先超前部署一下 OK 免得到时候还要再多一个动作 所以就是有点像 你在抓资料之前 你就要构思 大概抓哪些资料 哪些要哪些不要 然后避开不要的 留下你要的 这样很快就可以得到 你用了一个合理的资料了 所以我就避开 避开的话从4开始 那就没有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 好 这个第一个 所以有一个回宣串接在一起 那执行的话 理论上它就全部抓下 就一大堆资料 这个要跑 我印象中好像要跑了好几秒钟 因为它有68页 所以它等于是抓第一页 然后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我怕68页 我是怕那个思维会被我们弄到荡掉 而且它这个网站应该是个人的吧 我发现它那个用的技术很老旧 它的那个技术 还在用那个古老的那个叫.asp 这个asp 如果有接触那个程式应该知道 这个大概出来的时间已经超过30年了 算是已经是这个古董期了 ok 所以这个网站 写这个应该也蛮资深的 但它为什么不改版 因为可能它也不想改版 它其实也有点 它其实做这个它也没赚什么钱 而且我还担心说哪一天它这个网站就不见了 因为它其实没有赚钱 它只是说 有点像义务性质服务大家的 ok 我是怕它不见 我都要上课少一个范例 我骗了我要自己再去架一个网站 拿给各位练习 这个不过 不管了 反正就是说呢 我们抓它的时候 理论上 就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一直执行 执行 自己给它考一下就好 或者的话等一下大家一起执行 68乘上25 哇 它执行的这个可能 会有点慢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或甚至你这个数字不要太大 你看它在缩小 你到11 这1到10就好 ok 你先练习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子 给它加那么多 不然的话一下 我怕它到时候领不上就麻烦了 ok 好 那我们假设要把它并在一起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是一样 串接 那串接我在上面 复回圈 在上面再加上一个什么 S 就是跟刚刚道理一样 所以以后呢 反正你就要存档 到CSV的话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一个S的变数 那我上面我跟各位讲过 这上面是栏位名称 不过这个栏位名称 不能用那个网页上面 网页上面是四栏 那我们只有抓前三栏 可是 最后因为 这个网页上面 它其实 号码跟号码都应该是逗点 所以逗点就是分栏 那也就是说呢 这边不能 不能只有分三栏 你应该是这边要把它 日期一栏 重点号码就六栏 然后特别号在一栏 所以总共有八栏 七个号码加一个日期 所以我这边就是 上面再加日期一栏 然后一到六 有没有 号码 然后再加特别号 最后记得要放行 反正CSV一定是 就是逗点逗点逗点换行 逗点逗点换行 OK 有这个原则就知道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在串接 那串接的话 其实主要是把那个 print出去的东西 把它放到S里面去 所以放的方式很简单 这边就S等于S自己本身 再串接 串接的东西 其实是print刮虎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什么 把这个 print一直选到尾巴 然后但是要避开 后刮虎 就是因为print的东西 把它串接到S里C 然后把它放在S等于S本身 贴上就可以了 但是会有个问题 因为print本身 它会带一个换行 那S没有换行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喔 请你在这边加一下 在哪边加? 在1 2 3 这尾巴这里 加一个反斜线跟 这样才会有换行 不然你少加这个 别人知道 全部都接在一起 没有换行 那就不对了 OK 所以喔 再加这个东西 这个前面应该有讲到 所以这个换行要加 这个也要换行 OK 就是把这个上面的东西 贴到这里来 然后加一个换行 S等于S加Z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后就得到一个S 再来的话呢 就可以存档 存档还记得吧 就那三行 如果你懒得在自己打的话 你可以从刚刚Yahoo这边 这三行 Ctrl C 然后Ctrl V 贴到这底下就可以了 然后但是不能直接 最后的话记得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乐透材 叫大乐透 大乐透.csv OK 然后存档就是S 好 这样的on ok了 那我就直接跑一下 如果可能会跑一下 大概 我刚刚算一下 大概7秒左右 我看一下 OK 大概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好像有多一个print 所以你可以把print 关掉 如果你不想要速度放慢 因为它print 也要耗掉那个系统资源 所以不要print 也可以 那理论上应该就已经输出了 我看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大乐透.csv 打开看一下 理论上就是会有一个日期 6分号 我加一个特别号 然后我把它蓝宽调一下 OK 然后我再Ctrl向下看看 所以总total的蓝数 列数会是2014 这数字好 对不对 OK 你们等一下周周看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 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刚刚主要加的程式部分 主要就是加第一个 或追的回圈 OK 第一个 然后这边改 改串接 那个追在中间 然后放在下一接 第二个就是上面多一个s 总共有8 等于日期加1到6 再加特别号 记得这边要放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串接 就把它串在一起 那记得这边也是一样 把print里面的东西 就串到后面 那一样要加放 那最后就是在存档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历史资料就下来了 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我想你应该 不会用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了 对OK 这种例子还蛮多的啦 就是说 很大量 尤其是资料量越大 越有必要 一定要透过程式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 所以 这个的话 我是建议你尽量去思考 你身边有没有 所谓的Big Data 这个Big Data的话 你就可以有必要就是 把它用程式的方式去 解决问题 OK 试试看好了 那有些细节啦 可能还是要多注意一些些 所以我刚刚主要就是 多一个回圈 然后多一个S 然后再存档就OK了 至于那个细节啦 你们可以再自己刷刷看 我再把这一段成是一样 我放明端上其实也有放 不过我不确定 是不是跟我现在写的 因为我之前是有把它改写成那个 就是 这个制定函数啦 不然我把它改成 不是非制定函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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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